阿里山知名的景点观光大草原 停车场满满的游览车 青葱的草原上可以遮印的阳伞下挤满游客 或者是另外这个镜头来到了太平云梯 调查上有人数限制 不过旁边的步道 排队等着要通过的人密密麻麻 这是周末的观光盛况 但是就有民众职集 有游客把凉亭当自家的 搬来了凉椅 烹煮器材 甚至是帐篷霸占着用 这是戏顶的观景平台 民众拍下这照片说 游客搬来了凉椅之外 有人要组东西瓦斯炉瓦斯桶都带来 甚至还把帐篷搭起来 凉亭完全变了掉 直接来到细景观景平台 记者的车材刚刚开进停车场 这辆乡型车驾驶就拉出了铁架 准备搭棚子 旁边还摆着一大桶水 看来就是准备在停车场 来泡茶 而在走进了观景平台 让游客休息的长椅 有人大啦啦躺着睡 这应该不是看风景 是看人头啦 所以就还是平时吃完 比较好 不太好 因为毕竟这边是公共的区域 所以应该是要留给大家 就是可以自由进出 系顶观景平台 天气好时可以远眺美景 对照一下假日和非假日的画面 提供民众休息的地方 一个清幼安静 一个就像菜市场 最近违规的情况越来越延造 我们会依照这个严重的状况 我们去开出发弹 根据统计 阿里山峰景区的游客数 六月开始飙高突破六万 是四月五月的两到三倍 七月暑假开始 周周人数更是不断增加 不只观景台搭帐篷 停车场也有游客 直接拉棚子在露营 面对着旅游乱象 主管机关已经透过了志工 要加强巡逻 旅圈不听就会寄出罚则 提醒游客别自私霸占 造成其他人困扰 三零新闻 廖国雄 朱宇荣 嘉义报道